对于天主基督教来说 不信耶稣就是非我族类 是外道 偶像崇拜或者是迷信 那历史上有一些是这样的 而来的战争 那在佛法当中 外道的定义是什么呢 那在台湾的民间信仰里面 有庙里面的基身问世 然后观洛英观元城 然后也有一些算命普卦 比如最近很有名的印度神童 就常常跑出来预言啊 然后泰国有四面佛 然后很多明星会去拜那个白龙王啊 这些都是归类为外道吗 请师傅开始 外道听起来不舒服 就是我怎么明明 就是这听起来很像骂人 其实那就是异教徒 这个跟不同 自己不同的信仰的人 我们常常会觉得 好像别人跟我们不同的信仰 别人就是错的 我们就是正的 那当然呢 为什么佛陀会这样子说 这个外道六师 最主要的这个外就是 他把这个道 变成是这个心外之士 所以他会形成一种思想 然后他会想要祈求 譬如说信 信活者得永生 信主得永生 那不信的人都就是魔鬼 就是异教 那事实上呢 这个外道的概念呢 是在佛法里面呢 就讲如果你是心外求法 心外求法的任何形式 都是属于外道 那迷信就是你不明就理 不知道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的时候 就叫做迷信 那如果用这种角度呢 来评价的话 其实在佛门当中呢 有很多是外道 有很多人 就是把佛当成是一个神明来拜 那甚至于呢 有时候佛陀他讲啊 我所说的法 如果你还没有办法证明 或者是你还没有办法完全接受 你要提出你的疑问 而不要就是因为是佛说的 所以呢 我通通都不敢反对 直接葫芦吞扫的记起来